十岁那年只因我贪吃了 楼下里爷爷给的一块糖 一夜间老了几十岁 偌大的医院怎么也查不出原因 我妈哭着说 你这是给那个老东西借了手 啥 啥借兽 想多了吧 能有这事 我妈一把将我拽过来 你看看 咱孩子两并肩的是啥 我爸看了看 顿时变了脸色 咋有白头发了 我一听 慌了 连忙对着镜子看 我才十岁啊 怎么就老了 这时我的牙齿又疼了起来 一摸 一颗虎牙脱落了下来 这是去年刚换的牙 咋就掉了 哇的一声 我哭了 头一回感受到死亡的恐惧 这这 这不对吧 难道是前些日子进步的鸡汤油毒 咱不是刚去医院检查吗 啥事也没有 这就是邪病 我爸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又认真地确认一遍 真的是接受 我妈点了点头 咱孩子吃了那老头给的东西 很有可能是人家买售的信物 他收了 便是应了人家 这是我才知道自己做错了事 没想到因为自己一时的贪吃 竟带来了这么严重的后果 如果能重来 我断不会随便吃陌生人给的东西 可是 事情已经发生了 只能想法子去解决 我爸低头沉思了会 前几天市里有人看见大理小理 跟几个外国人吃饭 他爷都那样了 也没抽点时间照顾 没准就是那帮人搞的鬼 咱这就去找他们理论 不行 要是因为这事打起来 外人是看戏 而咱们的工作可能就保不住了 到时还咋生活 此时两人的态度发生180度转变 我妈谨慎了起来 料到这事不会那么简单 那咋办 我妈脸上愁晕密布 又看了看我 所谓爱之深恨之妾 此刻展现的淋漓尽致 直接对着我的小嫩屁一顿猛抄 让你别吃人家东西你就是不听 我被打得嗷嗷之空 但确实是自己不占理 只能哑巴吃黄莲 有苦不能言 要是你老爷在这 咱也不会受着欺负 是爸妈没用 过后 我妈简单洗漱了下 换了套衣服 跟我爸要了两百块钱 我爸疑惑的问 这是要干啥 我回趟娘家 把我四叔请过来 第二天中午 我妈就带着我四老爷回来了 说起四老爷 在我印象中 他是一个比较严肃古板的人 经常会对我进行说教 什么举头 三尺有神明 什么善恶若无报 乾坤必有思 在外人眼中 他就是一普普通通的农民 但认识的都知道 四老爷年轻时 师承毛山派 略懂一些堪于术法 走到哪里 人前人后 都得叫他一声发书 后来对封建迷信的事情 管得挺严 才渐渐隐退下来 偶尔有人上门 才会出来做个顺水人情 但我不喜欢他 因为去年 他把我好不容易收集的 十碗卡片给供奉起来 你这画片上画的可都是神奇 咋能拍着玩 别说 画得还挺有模有样 嘿嘿 这是每每每想起来就心疼 心疼我攒了好久的零花钱 所以我对他的印象不咋低 四老爷一进门 那表情比往常还严肃 阴沉着脸 左看右看 上看下看 嗯 然后从布包里拿出一个纸包 我以为是啥灵丹妙药 打开一看 还是香灰 我大失所望 敢请你们就会这一招呗 我妈拿去冲水 端来给我喝 屯屯又喝了一碗 感觉自己都要变香炉了 四老爷查看了大致情况 你们单位的房子盖的缺德 职工家属楼在领导家属楼的子孙位 好处全让领导得了 我爸若有所思 说 怪不得 我升职加薪那么困难 老李家房子气息不对 里面的主人早该死了 可又没死干净 我当时也这么觉得 老李能活到现在 靠的肯定不是人力 是先力 老李成植物人的时候 三魂里只剩天魂地魂 人魂应该不在身上 但后来还能醒来 一定是有高人把老李的人魂又给拘来了 照老李这岁数又不是修行人 拘回来的人魂也撑不了太久 容易出问题 一旦再散了 那肯定活不成了 后来老李说不清话 可能是有高人 拘了别的魂在里面顶着 国内会这个的不多 邪得很雅 这不是简单的介绍 我妈似懂非懂 我爸则是完全不懂 简单的说 他们是拿咱家孩儿的寿数 续老李的人魂 类似寄生 虽然未必能害死咱家的孩儿 但能让咱家孩儿早早当上植物人 听到这 我在门外 哇的哭了起来 我妈连忙送我回屋睡觉 安慰我说 四老爷既然知道是怎么回事 那就有救了 这事情不好办啊 还得研究研究 等我醒来时 天已黑了 屋里拉着窗帘 没开灯 我发现自己正躺在一个画着 奇形怪状文字的圆圈内 四老爷严肃道 寻常介绍 都是要个十年八年的 老李直接盗走了你一个甲子的寿数 也就是说 虽然你现在十岁 但精气神和运势都已近七十 没几年活了 咱家孩子心里是真把那老头当亲爷爷看待了 要不然他也不能借走咱这么多手 这是我才明白 我妈不准我和李爷爷走得太近是有原因的 但为时已晚 那个老不死的还真打算活两百 想得美 凡事都有个损耗 那老头都九十九了 借了六十年 自己能得个五六年都算本事 我又吓得快哭了 四老爷安抚道 不怕不怕 这事就跟银行卡丢了一个道理 赶紧挂师消耗 把损失降到最小 我已经更怕了 四老爷啥意思 感情是让我重开算了